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政府追赠张明大卫陆军上将 邓仲元1886到1922年 广东会阳岸水人 阻击广东眉县炳村镇 1909年 任黄浦陆军小学堂学长 将在陆小就读的陈明书 陈纪堂 邓仁刚 张发奎 薛热 叶挺 张乐义等人介绍著同盟会 四年即加入广州新军 参加黄花党起义 从此步入长达十多年的戎马生涯 1921年5月 任广州军政府第一师师长 兼总司令部参谋长 1922年3月21日傍晚七时 在广州大沙头广九火车站预派 遇刺后被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 追赠为陆军上将 陈明书 1889到1965年 广东河浦 徐章基所广西客家人 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 广东省政府主席 代理行政院院长 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47年6月9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 备受蒋介石冷落的陈明书 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 陈纪堂1890到1954年 1890年 出生于广东防城港 金广西防城港 汉族客家人 岳系军阀代表 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 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中华民国农民部部长 长时间主政广东 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在经济 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 则颇多建设 有南天王之称 叶挺1896到1946年 广东惠州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被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叶挺虽未获得过正式的上将名号 但他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 1988年 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棋牌 您在素育大将之前 要知道 开国元帅陈毅 还是在他被国民党扣押之后 才出任新四军代军长的 薛瑞1896到1998年 广东韶官是客家人 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 军事家 曾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 颁寿的自由勋章 和国军 授予的新天白日勋章 抗战时期 曾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在长沙会战中自创天罗战法 该战法歼灭日军十万之众 有效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 此战役是中国抗日战场 以此十分重大的胜利 1952年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张发奎1896到1980年 广东韶官是新相克家人 香港重政总会名与会长 1925年东任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 次年参加北伐战争 在攻占新四桥 武昌城等作战中 因有战功升任 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 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 兵团总司令 战区司令长官 方面军司令官等职 率部 参加过松户 武汉 昆仑官等战役 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罗卓英1896到1961年 广东省大部县百侯镇客家人 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七号客 抗战时期曾任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 太平洋战区中国远征军 第一陆司令长官等职 194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 黄启祥1898到1970年 广东眉县人 中国民主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1931年起 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及第三党领导人 抗战时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 获授青天白日勋章 战后第三党改 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曾担任秘书长 副主席 194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黄振求1898到1979年 广东眉县人 湖北第二预备学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 1934年就任 校长继防空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在台湾升陆军二级上将 1961年升任陆军一级四星上将 黄延申1899到1939年 广东交领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 后参加国民革命军 历任营 团 旅长 1930年任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1936年1月29日任少将 同年8月7日 任广东省第四军区司令馆 9月12日进任陆军中将 后追赠陆军上将 欧镇1899到1969年 广东许江客家人 1935年4月15日 备受少将军衔 1936年10月5日晋升中将 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师师师长 1943年12五日 率部收复常德城 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1969年2月13日 在台湾并逝 3月 追击为陆军二级上将 黄百炮1900到1948年 阻击广东眉县 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华民国国军第七兵团司令 1948年11月 22日在淮海战役中阵亡 1949年1月被追赠魏陆军上将 最后不能不说的 当然是比前面15位猛将更猛的叶帅 叶剑英出生于1897年 没现任 1955年9月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戏有料 为客家人点点击 阅读员们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